因为在11年前歧视女性的行为 现在呢英国的第二大城市政府破产了 就在昨天英国博明汉市政府无奈探手宣布破产 原因是政府的钱不够花了 这个事呢咱们就会觉得有点魔幻了 因为公司没钱破产这事很常见 但是这些外国人怎么动不动的政府也能破产呢 之前我们就听说过美国的底特律师破产 现在又听到了英国的博明汉市破产 而压垮博明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也仅仅就是8700万英镑的资金缺口嘛 折算成人币也就是8亿元 博明汉可是堂堂英国第二大城市啊 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 GDP1000多亿美元 出口额占英国的四分之一 怎么会沦落到这地步呢 这事说来话长 十多年前博明汉市政府请了一些情杂工来帮忙干活 其中呢有大约5000人左右的女性工人 结果男性情杂工的年薪5万英镑 女的只有12000 差距达到4倍多 而且男的有奖金 女的没有 到了2010年的时候 这些女工不干了 向法院起诉 法院的判决说 这确实是性别歧视 市政府要赔 赔多少呢 7亿英镑 分期支付 但是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了 今年6月份的时候 博明汉市政府说 在过去10年里已经赔了11亿英镑了 但是钱在缺口还有接近7亿英镑 并且这个账单的金额 还在以每个月千万英镑的级别增长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但反正呢 博明汉市政府现在是躺平了 就发了这么一个公告 相当于宣布破产 当然了就算是破产了 政府也不会完全停摆 只是会停止新的支出 以最低的能耗维持着基本的运转 其实在西方国家 政府停摆 破产等等也不算是太稀奇的事了 在美国呢 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破产都是有法可依的 美国的州政府 县政府 破产都是家常便饭了 就连他经济最好的加州都曾经破产过 甚至就连联邦中央政府也曾经因为没钱关门停摆过 那破产之后会怎样呢 债务重组啊 有的钱可能商量商量 是不是可以少还点或者不还了 又或者是晚点还行不行 利息少点行不行等等 但是英国的情况跟美国还有点不太一样 从法律上来说呢 英国的地方政府没有资格破产 但要实在给不起钱的时候呢 就可以发出114条款通知 相当于告诉大家我付不起钱了 相当于宣布破产 但破产了也不能赖账 钱还是要还 现有的项目和合同也还要继续兑现 那怎么办呢 在接下来的21天内讨论决定 一般来说就只能削减政府开支了 比如说有的公务员可能会被裁员 被迫放假 削减补贴和福利等等 也可能会减少掉一些公共服务 同时增加 大牛是真的要来了 先别着急喷我 咱们讲道理嘛 股票呢 也是商品 也要看供给关系的 厂子里筹码少资金多就容易涨 筹码多资金少就容易跌 那过去这两年 A股的上市数量 排队数量 融资数量大幅增长 质量却参差不齐 同时呢 咱们的经济又处于一个调整周期 一级二级市场里 很多资金选择撤走 存在银行里避险 二月末 人民币存款余额290.7万亿元 同比增长8.4% 达到历史的巅峰水平 也就是说筹码越来越多了 资金却越来越少了 那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 就让A股显得非常的无力 可是现在呢 这种局面已经有了改变的希望了 周末政经会不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吗 原文在我周五的视频里面 已经给大家梳理过了 咱们今天再来强调一下重点 首先在供给角度 一个呢 是把新股发行逆周期调节 取代了新股常态化发行 也就是说市场不好的时候呢 IPO就可以放缓 甚至暂停了 一个呢 是从严审核未盈利企业的上市 严格监督财务造假 审核人员要是出了问题 要终身追责 那也就是说 现在虽然仍然是注册纸 但是审核标准不亚于 曾经的审批制了 而且呢 当时是有近千家企业 排队上市的IPO艳色湖 现在也没有了 这个标准一旦提高了 很多公司将不再满足条件 失去排队的资格 而站在需求角度呢 大力鼓励分红 对于分红少 甚至不分红的公司 要限制减持 甚至挂牌ST 发出退市警告 那这么一来的话 优质筹码的供给将会变多 但是 我为什么把这个 放到需求角度呢 因为 A股整体分红率的提高 对于资金的吸引力 也会提高 那随着回报水平的上升 天亮的居民存款 则有希望回流股市 形成旺盛的投资需求 反正总的来说呢 现在我们是在 引导筹码的供给减少 需求提高 等到哪一天 A股从供过于求 变成供不应求的那一天 牛市不就真的来了吗 那如果牛市真的来了的话 会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呢 恐怕最大的区别 就是分化加重了 因为严格监督 盈利能力差 甚至财务造假的公司 这个事儿 它影响的不仅只是 你上市的企业 也包括已经上市的企业 现在厂内5000家股票 有很多都是僵尸企业 没有能力发展 没有能力分红 就是在市场上混日子的 还有很多是问题企业 要么财务经不起推敲 要么喜欢炒作 配合股东减持 在新规之下 市场对这些企业的定价 恐怕将会不断的降低 大批的上市公司 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仙虎 过去审批之下 牛市大多数是扑涨的 可是这回的牛市 市场可能会更加看重 公司的质量和业绩了 像以前的牛市 可能择时更重要 但这回恐怕择股更加重要了 虽然说A股真正走牛的 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 可是现在市场 已经逐步形成一种预期了 所以您觉得这回 咱们A股能够彻底告别3000点吗 美国的信用评级也在双11被打折了吗 今天凌晨 全球评级巨头穆迪突然宣布 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但是仍然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是维持在了最高级的3A 所谓信用评级 通俗的理解就是违约的风险 那至于信用评级展望 就是对于未来违约风险的预判 那这个穆迪公司是个什么来头呢 股神巴菲特是他的第一大股东 他和另外两大评级公司 一家叫标准普尔 一家叫惠玉 一起被称作是国际三大评级公司 他们在行业内被称作是金融市场的守门人 甚至有人都说了 这几家评级公司的一张报告 就足以摧毁一个国家 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 这次也是逼到美国财政部紧急回应 强烈反对穆迪的评级 说美国经济依然强劲 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 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其实目的都算是很给面子的了 要知道另外那两家评级公司 早就把美国的评级 从3A降成AA家了 那么这三大评级公司 为啥要下调美国的评级 或者是评级展望呢 原因差不多 都认为在利率上升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财政持续入不敷出 债务负担越来越重了 同时呢 还有根深蒂固的政治两极分化的风险 那评级下调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呢 金融市场的铁率就是 如果风险增加的话 那么一定要对应着收益上的补偿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 那就意味着想要发信的债券 得付出更高的利息 所谓的一张报告摧毁一个国家 就是当你的评级低到一定程度了 那这个国家就借不到钱了 就只能破产 当然美国肯定是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算被下调了评级展望 它现在还是很高的 可以对比一下国际三大评级公司 对于咱们中国的评级 分别是A加A1和AA- 对于我们的展望则是稳定 其实从2008年以来 美国的GDP从14.8万亿美元增加到 去年的25.5万亿美元 GDP增长72% 但同时呢 美国国债的规模 却从10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目前的33万亿美元 这个国债的增幅230% 新增的规模几乎就相当于 它一年的GDP了 债务都是要付利息的 那么在疫情前呢 虽然美国的债务也挺高的 但那个时候利息低压 所以负担还不算太严重 可是后来呢 为了应对疫情 美联储一度把印钞机开到冒烟 导致通胀压力山大 然后为了抑制通胀 美联储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把利率从零附近干到了 最高5.5%附近 结果又使得美国政府 现在因为需要支付的利息太高 入不敷出 一直都在停摆的边缘徘徊 那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呢 现代国家 负债运行是常态 而且这个雪球总是会越滚越大的 美国过去曾经无数次的提高 债务规模的上限 未来估计也仍然会沿着这条路 继续走下去 你基本上是找不到一个正常的国家 是会真的节一缩十 把国债的绝对规模给降下来的 你可以理解为 不需要做到最好 只要别成为最差的就行 那贫瘠下调这个事 虽然短期可能会对市场形成心理冲击 但实际上就是降了个寂寞 就像是美财人部长所说的 美国国债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 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也就是说 美国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吃老本的 但是呢 总会有玩不下去的那一天 量化交易将被收取更高的费用 也将会面对着更严格的监管了 今天深交所发布了量化交易的管理细则 并且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 差异化收费 交易所呢 将会根据量化交易的申报撤单的频率 以及笔数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也就是交易的越多 交的钱越多 此外呢 还要加收流量费以及撤单费 那除了加收费用之外 还取消了量化交易的特权 所有交易者一律平等 券商不得再为量化提供便利 也就是不能再优先向量化提供信息 提供交易通道 同时呢 还把北向资金也纳入到了量化的监管范畴 此外呢 还修改了异常交易的监控标准 像之前的异常交易监控 针对的是单一账户 或者是单一股票 并不适合量化这种 用多账户做多股票的打团战的行为 但以后的监控呢 将会聚焦在高频交易本身了 总的来说呢 量化交易需要更加严格的申报 按照交易频率和数量 加收费用 不得享受任何的特权 其实呢 按理说哈 量化交易是现代信息技术 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一系列乘数市场量化交易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50%了 美国甚至有70% 像西蒙斯这传奇的投资者 都诞生于量化交易 那这么看来 其实量化交易也挺正常的呀 可为什么在A股 量化交易会有这么多人讨厌它呢 原因或许就在于不匹配 咱们A股的量化呈现出了发展快 路子野的特点 A股的量化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占到了总交易的30% 成为了影响市场波动的重要力量 那A股自然认投资者占到了99% 突然多出了30%的主力 相对于那些以机构为主的成熟市场 高比例的量化在散户市场里 就显得更加的不匹配了 况且呢 这个主力并不靠谱 不同于成熟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数学模型 咱们A股的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高频对冲 比如说之前盛行的DMA模式 就主打借钱对冲 量化找券商借来四倍的杠杆 一手买入一揽子股票 一手买做空股指期货 看着好像挺稳健的 但如果遇上像今年这种情况 有几千只的个股在不断的下跌 但是偏偏指数却还稳中有升 那可能就两头挨打 只能被迫抛售个股 造成更加极端的波动 不但坑了股名 也坑了自己 比如说今年初 有17家百亿级的量化字幕 都跑出了指数 甚至还有量化巨头 被传出破产清盘 量化占据了技术 信息和交易速度的优势 打法也比较的野蛮 涨的时候反复收割 跌的时候火上浇油 因此引来了散户和监管的针对 但实际上量化已经成为了 全球市场的主流工具了 一刀切的取消肯定是不现实的 也不合理 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 那这回的管理细则就显著降低了量化交易的不规范 不公平的程度 同时大幅的提高了量化成本 对于市场的规范来说 那肯定是个好消息 憋了接近六年 股王毛泰终于下定决心涨价了 不光让股东们开心 也是在为国分忧 唯独经销商们得暗自流泪了 昨晚上11点44分都半夜了 毛泰突然发公告 说从今天开始就会上调53度的飞天和五星的出厂价 上涨的幅度大约是20% 这回毛泰的提价有几个大看点 首先它是针对拳头产品 也就是飞天毛泰提价 这个产品也是它利润占比最丰厚的了 其次是它只涨了出厂价 没有涨市场指导价 原来1499的关价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这么干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 一个是毛泰可能希望通过涨价来提高一下自身的利润 第二这个利润呢 主要是跟经销商那里要 可以理解为毛泰是要进一步的削翻 另外呢毛泰作为贵州最重要的国有企业 一家企业交的税占了整个贵州省的税收的30% 这个时候确实也需要它多赚点钱 为地方政府的化债出出力 给国家做做贡献了 同时这次一提价 还可以顺便把其他地方的税收 归拢一些到贵州省来 毕竟啊贵州省的税收是毛泰交的 但是各地经销商的税是给当地交的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买毛泰 价格差距是很大的 在这次涨价之前 飞天毛泰至少有三种价格 它给到经销商的出厂价是969 给到普通消费者的直销价是1499 而市场上能买到毛泰的价格是2800块钱左右 这种价格体系 毛泰的股东们甚至包括国资股东都是很有意见的 因为毛泰本身产品毛利率极高达到了94% 而出厂价比真实的市场价低了接近2000块 那就等于每瓶毛泰少赚了2000块的毛利啊 这么丰厚的利润白白给经销商赚了 但是呢经销商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曾经的也是靠他们才帮毛泰打下江山的 所以呢只能一步步慢慢的解决了 那这个事毛泰其实一直都在干 比如说2019年直接砍掉了600多家经销商 比如说搞了自己的电商平台挨毛泰 利用线上下单门店提货的规则 让经销商变成了快递站 每瓶只给他们赚个百八块的服务费 而这一次呢毛泰更是直接就动了经销商的奶酪了 因为毛泰1499的直销价 2899的市场价基本不会变 那出厂价涨200块 其实就是经销商的利润少200 但是呢经销商面对这种洋谋也没辙 因为即便少了200块的利润 每瓶飞天还是能赚1000多的 顶多就是在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多搭售一些毛泰的其他系列酒 从2022年的年报来看 之前一系列组合权下来 毛泰的直销收入占比 从上年的22%已经提升到了39% 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话说毛泰做贵州最重要的国有企业 也的确需要多挣点钱 为地方政府化债出出力了 时代给了毛泰重大的发展机遇 那现在到了毛泰要多为国分忧的时刻了 至于这次调价之后利益会受损的经销商呢 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开个高速路 过路费居然要说车上一半的货 类似这样的条款终于有人忍不下去了 前几天鹅厂腾讯就宣布说 旗下的DNF手游不再上线部分的 安卓平台的应用商店了 其中包括华为 OPPO WEBO等等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 游戏就成了各大互联网厂商最主要的收入 但如果想把游戏安装到用户的手机上 可不容易 要么商家就直接跟手机厂合作 在系统里面预装 要么把游戏放到应用商店里 比如说苹果华为小米里面 不管选用哪种渠道 游戏厂商都是要跟这些渠道分长的 而且这个分长的比例不低 很多人都知道苹果商店市售30% 也就是用户充100的话 苹果拿走30块钱 俗称苹果税 但其实安卓的比例还要高 之前的惯例甚至达到了50% 30%的苹果税 已经让很多的国家和公司不满了 可是谁知道安卓更狠 因为厂商不光要负责游戏开发 还得做上线推广和后期的运名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活一大堆 结果在拿钱的时候 安卓的商家仅仅是提供了一个下载通道 就能分走一半 有的人甚至直接说了 我拉一车西瓜走高速 结果高速路费居然是半车西瓜 让人更加不爽的是 苹果虽然抽30% 但是它好歹保护版权 而且注重用户的安全 而安卓渠道收费高不说 还常常会有山寨软件冒牌货 甚至有的渠道会在安装包里面 私自夹带广告等等 几乎就是脏乱差还贵 这种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要还是因为 移动互联网在开始的时候 渠道太重要了 一款应用开发出来 想找到用户只有渠道这一条路 而且那个时候的游戏是蓝海市场 虽然说渠道要收费 但是确实能够带来大量新用户 所以游戏开发商就愿意给这个钱 要知道在PC时代 有很多游戏的生死都被拿捏在渠道手中 分成是1比9 渠道拿绝大多数 躺着就能把钱给挣了 就这游戏伤害的排队呢 你要是不干 有的是人干 那所谓的渠道为王 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了 这么多年下来 惯例形成了 虽然很多厂商不爽 但是无奈 自己没有强大到 可以完全甩掉渠道的程度 所以呢也只好捏着鼻子忍了 但是呢不代表大家没有意见哈 除了腾讯之外 网易的丁磊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炮轰过 说这个安卓市竟然高达50% 是全世界最贵的 对产业生态非常不利 而就在同一年 腾讯跟华为就曾经因为分成的问题 公然翻过脸 当然了 渠道抽成也不是说越低越好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平衡 要是抽成太高了 游戏商受不了 太低的话呢 渠道没有动力维护生态 搞到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游戏都冒了出来 到处都是刀刀999级的那种 也会把市场给玩坏 所以呢目前市场比较普遍